擠豆豆工具呢 我覺得最好用的就是這兩種 這邊不太會用 基本上就是用這兩個 美材行或者是 也是會有賣剪刀啊 指甲剪啊 那種攤販 就會賣這個東西 比較好的都要五六百快六七百 它真的可以用很久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就是酒精 就是用之前用之後 要記得噴酒精 這個尖的 去找它的洞 這種痘痘應該算是最常見的 我先戳破它 用衛生紙擦掉 不要用指甲去掐它 最容易細菌感染 把衛生紙撕這樣子 然後對折 再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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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一半 兩邊再對折 要擠的時候不是往中間擠 是往下壓 之後再往中間 它就會出來 比較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要把那個血擠出來 擠得差不多之後 再比較不會有 有沒有 有一顆跑出來 現在血就是帶著一點水 比較乾淨一點 擦 維他命B3 或是 阿倫比亞化妝水敷臉 它的紅腫很快就消掉 這種它不會腫起來 但是它會一直在那邊的也很麻煩 幫它開個洞 一股作氣的 往下 然後往痘痘 正中央的方向 下去 有的時候方向不對 可以換一個方向 這種看起來沒有 但是它好像有毛孔洞在那邊 就是比較小的 粉刺呢 用你的指甲稍微刮一下 比較少用擠的 因為粉刺就是越擠 其實有的時候 會毛孔越大 又會造成更明顯的粉刺 其實我夾了非常多年 確實有越夾越小 然後越夾越不會這麼的黑 就是有耐心慢慢夾 我大概四五天會夾一次 是很少的 會不會做的 是很少的 是很少的 就開了 沒有 在那邊 你 也 是 有什麼 有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如果你看过我的文章就是说过 我长过满脸痘痘 长全脸然后整个脖子 然后包含背 真的是没有一个毛孔完好的那种 所以我对于就是痘痘用品 其实也算是还蛮严格的 关于痘痘洗脸的话 我觉得有三种不错的 满虫照 它就是像肥皂的 这个用剩下一点点痘痘肌来说 这一块真的非常的有用 它会让你皮肤比较偏干一点 那你的保湿就必须要做得比较足够 如果说你痘痘没有到这么严重 那像这一个稍微比较保湿 这还蛮适合痘痘基石用 只要是有痘痘真的长过非常非常多的人 不要想说你痘痘消失之后 你就再也不会长 你也不要相信说你用了什么东西 就不可能再长痘痘 或者是你吃了什么东西 就不会再有痘痘发生 其实那算是一种遗传或是体质的问题 那这部分你真的得靠你自己饮食 还有你生活作息 跟你用什么东西都会有影响 像我们这种皮肤真的就是要 好好小心的照顾 有时候心情上的影响也会引起痘痘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暴躁 就会影响你的器官 比如说肠胃可能比较消化不良 胃火会上来啊 那也会影响你长痘痘之类 每个人长痘痘的原因没有绝对 有的时候可能是食物 有的时候可能生理上 有的时候是荷尔蒙 痘痘在长很多的时候 皮肤等于是已经受伤的状态 所以你要让它是休息的状态 那当然就是尽量选清爽一点 然后不要放太多东西在脸上 最近都在适用的 它是凝胶 不会长痘痘的人呢 我都会建议你不要去太用力搓你的脸 也不建议你去用一些去角质的东西 就算它标榜说有消炎成分 你皮肤等于是受伤状态 结果你还一直要去刺激它 我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 我以前在痘痘最严重的时候 所有的产品能用都试过了 尤其用一些那种 就是它说48小时之后 就绝对不会有痘痘 你皮肤就会很漂亮的 我反而是用了那种 就皮肤更严重 过敏到整张脸肿的跟猪一样 过敏之后皮肤更难照顾 常常会长痘痘 然后又一直过敏 又一直长痘痘一直过敏 好这个洗完 这个妆态 最麻烦的混合肌加上过敏剂 洗完脸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红红的 但是它很快会小掉 这个洗完 目前就是我觉得完全是没有干涩的感觉 算是还蛮舒服的 白点 比较没有了 皮肤问题比较多的时候 皮肤脸以保湿为主 3到5分钟之后就可以卸掉 泥虽然涂了比较麻烦还要洗掉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那种 任何死角都可以不要放过 刚刚有洗过脸了 用清水把它洗掉就好了 因为我现在弄的比较厚 所以我就是先刮掉一点 等一下比较好洗 好现在那个泥洗完了 然后皮肤 我觉得是在一个还蛮清爽的状态下 用小发包 在紧急或者是叫严重的时候用的 曾经分享过的真空包装 打开之后它三四天内就要用完 这个YMB呢就是 用了这个之后等10到15分钟才可以用其他东西 包括敷脸也是一样 厉害的点是 长痘痘或是你皮肤有些问题的时候 它可以让你的皮肤非常快速的恢复 当你皮肤在状态很不稳定 或者是你要结婚啊 或是什么重要的日子要做什么的时候 你可以用安平 它是真的好的那种成分 你用一支下来 就是那一天的妆都会非常非常的好上 可能连续用个几天下来 你就会发现很多状态 它就会变得缓和很多 安平这种东西它都是价格稍微比较高一点 就是在一些紧接的时候一小段时间用它 艾伦比亚化妆水 用它的化妆棉一片然后敷整脸 痘痘的话它削的是还蛮快的 但是你真的就是得每天敷 敏感肌是可以用的啦 大部分人都觉得就是在痘痘方面这个帮助是很大的 会长痘痘又会过敏的时候 这一罐真的非常的好用 红种啊退的比较快 而且可以减缓一些刺痛 伤口恢复的比较快 CMAS这品牌 无论你是想要改善你的紧致度啊 还是你想要改善老化或是痘痘啊 或是一些比较紧急的问题 它也是很多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东西可以用 以痘痘专业组来说的话 长痘痘的人呢基本上尽量用清爽一点的 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尽量不要有那种太多味道 或者是那种太香的东西 擦起来真的非常清爽 现在就是有感觉皮肤就是开始亮起来 他们有一瓶这个东西 也算是比较急用的那种 滴一滴需要的地方点一点点 它还有很多功用 我觉得这种不算是痘痘很快很快可以削的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厉害痘痘可以削最快的是 这个叫C-MAX 它有很多产品都是属于那种医疗剂的 它这个是维他命B 因为C现在缺货 然后B我用掉过非常非常多罐 C的话它这个说明书上面是这样写 点这个C-MAX的话就是在化妆水之前 这个B加那个C各一滴 点在痘痘上面三四天内 它就几乎会消掉 它会缩短时间 这当然还是要看痘痘的大小 跟痘痘是什么样 它不是那么好买 它是在某些特定的地方 比如说沙龙或者是上网找 会找得到 长痘痘的一定要很注重保湿 你如果保湿不够 就会太油太干 这两个只要两边越极端 你皮肤粗的问题就是越多 那你越油相对就会越干 就是保湿上面是非常非常重要 刚刚我用的这几个痘痘机专用的 我个人觉得它保湿是还不错的 很舒服 然后没有感觉到皮肤会有紧绷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一夹的你们也是可以去看看 然后多喝水很重要 痘痘真的就是长期累积下来 所以建议在饮食上面一定要注意 每天一定至少要喝2000cc以上的水 如果你吃了渣滋东西 或是吃了甜的蛋糕 那种有白糖的东西 那你就再喝更多水 可以帮助代谢非常的多 这很重要